第二件超酷炫的事情,就是我們在6月的時候全家都去韓國首爾去開心玩了一個禮拜 那一個禮拜我覺得非常非常特別,像是我們完全不會看韓語,也不會說韓語,也不會聽韓語 所以我們去那裡就等於一個智障,在那裡完全不知道要幹什麼 韓國